焦点转到韩国 中国以外 韩国近十年来也致力发展航天业 朝着能自主掌握航天发射能力的目标前进 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宣布 韩国自行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 已经在今天下午四点正式发射升空 飞行高度顺利达到目标高度700公里 韩国是在去年年中公布自主研制运载火箭世界号的消息 同年十月首次发射但未能达成目标 第二次发射在经历多次技术和天气因素影响之后 星期一重返发射台 韩国科学技术通信部今天下午评估了火箭发射准备情况 天空天气太空环境等因素 并将发射时间定于今天下午四点 世界号发射的目标是将1.5吨的人造卫星 送上距离地球表面600至800公里的禁地轨道 以每秒7.5公里的速度环绕地球稳定运行 这项航空计划也是韩国致力实现6G网络 发射军用侦测卫星以及月球探测器等目标的基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